好 接下来告诉您 国中多元入学又有新方案 教育部将从100学年度开始 把五专招生的甄选入学 改成申请抽签 也就是说 这个录取名单不比成绩的高低 而是由抽签来决定 教育部希望透过这样的方法 能够落实免试入学的精神 今年才刚开跑的五专免试入学方案 又有新变革 因应北北基联策 从100学年度开始 五专招生方式 除了保留免试入学以及登记分发 原来的甄选入学改为申请抽签 当申请人数少于招生人数时 就直接录取 但申请多余招生人数 就用抽签决定录取名单 基本上是有配合这种学校的 就是他招生过去的录取的一个情形 来做一些相应的一个调整 那但是我们一方面也是 预为101年希望扩大 主要是希望预为101年 扩大免试入学的一个比例 来做一些的调整 目前全台有三四所五专 因为升学管道变多 招生人数从民国的85年 四万五千多人 萎缩到纪念者一万九千多人 但为了落实免试入学 教育部现在祭出五专申请抽签的新办法 各校可以自定成绩的门槛 甚至不定限制也行 家长团体表示认同 我觉得啦 这个变革虽然对大家是一个统极 但对整个让我们去检视一下 是不是要爱您所选 选您所爱 我觉得是重要的 但假如说这个制度可以持续做下去的话 说不定我们可以随到取成的去 将来可以做十二年佛教啊 五专入学首次出现笔迁运 不笔成绩来决定录取名单 或许有不少学生和家长会觉得不公平 但就算没抽到 还是有申请登记分发的管道 家长团体认为 长期来看 对学生的学习和志愿选择 都有正面帮助 但教育部得加强说明和宣导 解除外界疑虑 才能让此方案顺利推行 这参应通报月一台报道